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和菲律賓合作 將台灣洋菇栽培技術輸出非國 成立首座台飛示範農場 洋菇在目前本身 在市場上的價格是滿高的 但是他們的產量跟產值 那個年產量都非常低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 第一個它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 是沒問題的 那很重要就是洋菇的一些 一些採收是需要工人的 然後我們也特別希望說 對這些年輕的人 或者是行動不便的人 他這樣可以有工作的機會 台飛每年都會舉辦農漁業合作會議 助菲代表處表示 歐盟 日本 韓國都非常積極 和菲律賓展開農業合作 農業是台灣強項 當然不能缺席 建立示範農場 雙方都有共識 全這些事 當你去到那裡 你會看到他們財產 土地的產品 所以我們有很多 要學習從他們 而他們也有很多 要學習從我們 我相信這 project 會是一間 mutually 一個對方的 為我們 這 project 我們會示範 羊菇示範農場 預計六月落成啟用 代表處希望未來成為 菲律賓羊菇栽培推廣中心 有助為台灣開拓 菇類栽培資材 和設備外銷商機 有差不多 我們可以的 謝謝 謝謝 還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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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